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章是一些最后的善后 最后的一些胶带 中间的主体部分就是十二章到二十六章 十二章到二十六章 今天就是这个第二十六章 十二到二十六章就是生命纪这个主体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就是重申上帝的诫命 对吧 重申这个命 它的主体就是十二到二十六章 这叫做约书 是这个约书的主要内容 因此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二十六章 就是说是约书的最后一章 约书的最后一章 在这最后一章 一开始摩西就讲 你们将来进了迦南地 就是那神赐你为业之地 要做的第一件事 这第一件事就是要献上出赎的这些土产 对吧 所以赐你为业之地 这是对迦南地的称呼 以前我看过一些资料嘛 就是这个犹太人很早就来到过中国 在宋朝的时候就在开封那个地方居住 然后他们自己叫做以色列嘛 然后当时的中文给他们的翻译说 他们信的是一种又不是回教 是什么教呢 叫做一次乐业教 其实就是以色列 一次乐业 感觉这个信达雅很好 以色列确实有这个概念 神赐你为业之地 就是迦南地 你发现摩西讨论这一个未来的事情 你要注意这个事还没发生呢 对吧 可是摩西说这个未来的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它是已经发生了 它那种平平的无奇的这种语气 这种淡定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 圣经中其实充满了这一种的叙事的方式 说话的模式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说 你门徒去帮他牵一头驴来 是吧 那个驴的主人要问你干什么 你说主要用它牵来就行 然后他就去牵 然后就牵来了 主就坐上就走了 其实你要细品一下 你说这里面没有逻辑的呀 那个人认识你的嘛 怎么你就牵人家驴就可以 然后呢你说主要用就走了 他为什么没有一个挣扎反抗 让你开个收条 是吧 都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 上帝的灵运行在哪里的时候 那些事情的成就 上帝看未来 就如同看那已经发生的事一样 所以摩西在这里说话的方式是一种神圣的 这叫将来过去完成时 说就差已经发生了 摩西在这里的主要吩咐是 敌人是一定会打败的 这是一个既定的 虽然还没发生 但是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打败敌人之后 占领迦南地之后 你们就不再吃旷野四十年 你们的那个主粮叫做玛拿 对吧 开始就要吃当地的土产了 所以当地的土产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 你要把各个品种的都取一点来 装在一个筐子里 来到神的面前奉献 你想一想那个意义 对吧 吃了四十年的玛拿 这是头一次吃到地里所产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初熟奉献 意义重大 你把它带到哪呢 没有说带到耶路撒冷 对吧 是叫做带到你神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 你注意这个措辞 我们之前在大概第十几讲的时候 讲过圣所这件事 意义是很重大的 圣经从来没有锁定一个固定的城 让你去膜拜这个城 虽然耶路撒冷在很长的时间 承担着中央圣所的地位 但它并不是一直就是 在那之前 士罗的这些地方都是当过这个角色的 而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 人们才更清楚的知道 哪里有神的话 神的百姓在 哪里就是那圣所 对吧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教能力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里在旧约中早就有这句话 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圣所 好 那么这个总之是要上一个中央的圣所去 然后在十任大祭司的面前 每一任每一任他不一样 是吧 他有他的这个活的这个年限 在那个大祭司面前 你要来向祭司任命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 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 其事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这句话这么一读平淡无奇 但你仔细想一想那一个气势 这是很不凡的 这么的轻描淡写 但实际上是气势非凡 在古罗马有一个人叫凯撒 对吧 凯撒曾经写给元老院 有那么三句著名的拉丁文 对吧 那个翻译过来的意思 就是特别简短 就是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征服了 是吧 这个气势你看 很简单 平铺直去 就是帝国 不是帝国了 共和国派我来出征 我来了 我看见了这些事 我打败他们了 结束了 对吧 犹太人你仔细想 他们这个话是不是特别像 线上这个初熟 尤其在第一次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初熟的初熟 对吧 多少年的第一次 就等于是说 神啊 这就是你当年应许给我们的迦南地 现在我来了 我已经占领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就好比现在 假如给你一个说 好 你将来必征服火星 你说这什么呀 这是火星 都上不去 结果过多少年 你真的去了 你把那个地方一占 你把咱们这个 阳光教会的旗 咔一唱 说也好 感谢你 火星我占领了 我来了 就那个感觉 你想一想 行尘大适 所以 这一个是很有气势的 对吧 这一句话 在上帝的面前的宣告 主啊 我来了 然后在这个仪式 同时要进行的是 还有诵读一段的信仰告白 我们分别说这几个方面 一个是仪式 一个是信仰告白 首先这个初熟奉献这件事 就跟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很多仪式一样 也不是一个全新的发明 其实呢 就是在迦南地 从很古老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风俗 就是要求百姓要献上 投生的和初熟的 投生的指的是牲畜 乃至于是人 对吧 而初熟的指的是这些植物 比如 就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 虽然他已经比较靠后了 亚述的风俗 他们的那个碑文当中 他们的年表里边就明确记载说 他命令被征服的民族 要把这些羊 还有酒 还有大藻 等等吧 这些初熟之物 都要献给亚述的神 你可以看到 是有这样的传统在里边的 所以 你仔细想 以色列人的信仰 对于这一种很传统的风俗 献上初熟 或者献上投生 其实呢 保留了一部分 又更新了一部分 是以那种更替的方式 而不是逃避的方式 使得这个习俗为我们所用 保留了什么呢 就是地的初熟土产 还是要直接献给上帝 对吧 但是呢 这些动物 尤其是人的投生 后来是不是又赐下了一些别的律法 告诉百姓 你可以把它赎回 对吗 比如立位 人都要平武 舍克勒 然后穷人家 孩子 你看耶稣 生下来 然后被献的时候 投生子 对吧 他是要被献上的 但是呢 你又可以赎回他 还是自己带回家去养 你赎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穷人 富人 还可以不一样 对吧 你可以发现 这就是一个更替 一个替代 而且将救赎这个概念 已经就 根植在百姓的心里 脑中 让他们知道 救赎到底什么意思 本来那就是属神的 神给你 但这个事情要赎回 这就是对于这一个初熟仪式的一个更替 其实线上初熟这个风俗 在各国各民当中都有 你想是不是 对吧 只不过有的是明显 有的不明显 咱们这每年茶干湖到冬天 有一个东部 是吧 头一条捞出来的开江鱼 或者叫这个头一条鱼 那一般是比较贵重的吧 相信是献给最可能是有身份的人 假如你家农村亲戚 这个秋天刚刚收的什么东西 就特意的带一点给你 那就说明你俩关系是非常好的 是吧 这个初熟的东西 所以后边还吩咐说 祭司把你这个线上的东西 摆在神的面前 那之后他有一番的说法 把这个话说了之后 你要在上帝的面前下半 跪半 敬半 神的子民的膝盖只跪上帝 不跪人 对吧 要在神的面前敬拜 之后呢 十一节提到 你和立位人 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 要因耶和华你神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这个以前也提过 就是这些线上的贡物 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直接在上帝的面前 有爱宴 大家就吃了 对吧 各自都有丰收的这些东西拿上来 是吧 有这个什么 粮食了 有玉米了 没有玉米 就那个意思 有这个南瓜了 有火鸡了 其实这是最早的感恩节的来历 你可以明白吗 就是那种丰收之后 初熟土产 献上大家一起欢乐 庆祝丰收 感谢上帝 感恩节的精神实质就是来自于这种初熟节的 来自于这种初熟奉献的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欢乐的日子 在神的面前吃这个爱宴 这也是人彼此相交 与神相交一种重要的体现 好 这是仪式 仪式就是说拿着这个筐子装上涂铲 来到祭司的面前 然后说我来了 是吧 然后敬拜 然后大家一起吃 这就是这个仪式大致的一个流程 可是伴随着这个仪式的还有几段话要讲 我说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非常简单的一个信仰告白 信仰告白 这个信仰告白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五到十节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说 下边有一段话 是吧 这一段是在回顾历史 对吧 是在回顾历史 我祖是一个江毛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 人口稀少 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埃及人怎么苦待我们 我们怎么呼求 上帝眷顾我们 带我们出来 就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耳术能详 觉得我们都知道 对吧 但你要细品 这一个关于历史的任性 和信仰告白和回溯 还是有些特点的 比如在这个里边 你发现摩西 他吩咐的嘛 对吧 这里边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没有他自己的名字 你要知道摩西是摩西之约的中宝 对吧 他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他完全不提自己做了什么 就是提到这个雅各 也只说我祖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是不是 亚伯拉罕这些名字都没有提到 因为敬拜仪式 这个信仰告白的重点 是要送赞神的作为 不是讲人的事情 提到这个祖先以色列 说他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这话从哪来 因为创世纪多次的记载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三代列祖 他们的父家就叫亚兰地 你看他们去给自己的孩子 娶妻的时候 回你父家 结果去哪呢 比土利 拉班那个地方 是吧 圣经就多次的称呼 那八代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 亚兰人拉班 就是告诉你 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居住 他们的所出之地 就是叫做亚兰 亚兰就是今天 大概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 叙利亚 雅各 在那也住了二十年 对吗 所以他被称为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我在东北也住了二十多年了 我这周回去见了一些同学 人家说你说话就是东北话 我是个江王的东北人 所以你住了二十年 雅各是有资格被称为一个亚兰人的 为什么叫江王的 江王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叫做游荡 又可以翻译成叫做灭亡 意思还是挺微妙的 所以呢 很符合他的一生的经历 对不对 符合他的生平 他孤身出逃 离开了这个自己的家庭 跑到了这个等于是拉班 这是舅舅吧 叫什么 不是舅舅 反正就是富家 是吧 这样的地方 孤身一人出去 他归来 不是少年了 是吧 但他带回来很多少年 是吧 所以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写照 作为一个家庭来说 他这个家庭就可以了 十二个 十一个的时候 儿子 对吧 然后呢 又有好几个女儿 仆人众多 这个家族可以了 但是你要说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 那还是少得可怜呀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就讲 摩西说 那么我们是一个人口稀少的 对吧 但是这七十个人 是不是下埃及七十个人呢 然后到了埃及 四百年间 繁衍生息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之后的事情 我们都清楚 埃及人苦难 他们 以色列人在 受苦的时候呼求 但是上帝亲自来拯救他的时候 他又害怕 他又觉得 不如是那个比较有保障的埃及 可能比较舒服 而这个自由的代价 为什么这么大 对吧 你愿意自由的饿肚子 还是愿意受着压迫 吃的饱足 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对吧 一个困难的抉择 然而自由本来就跟真理一样 是这个世界最贵重的东西 应当也必须付出最高的代价来获取 当他们这样出来之后 这个出来的过程 这一段经文 对于上帝的形容是 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 把他们带出来 这个的意思就好像给你的感觉 把他们抱出来 是不是 讲这个他的胳膊 另外一个意象也提到 上帝如同一只雄鹰 是吧 把以色列人拖在背上 给你背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么多的意象 都是要让我们去明白 这种行为的方式 是上帝如何 那么细心的 贴切的 无微不至的 恩典充沛的 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去 所以刚才我讲 这一段简短的回顾 里边是在送扬上帝的大能 大能的手伸出来的绑臂 可谓的骑士 没有提人名 而且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没提 就是西奈山没有提 对吧 所以我想 有一些高等批判的 所谓圣经学者 就拿这一段 是当作说 圣经 尤其是五经 有着很多种来源 拼凑成的 我以为这就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知识太大 以致癫狂了 是吧 实际上呢 这一段很明显 摩西连列祖的名都不提 更不会提他自己的名 他自己一生的 一个高峰的地方 就是在西奈山 作为中保接受石板 对不对 传承律法 他不提这件事 这件事自当会有 将来历史当中 子孙 儿女 他们会提的 不需要自己讲 是吧 摩西为人谦和 圣灵也如此启示他 在这一个简短的信仰 回顾当中 你只是突出上帝 上帝带你们出了埃及 这是事实 其中的细节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重大事实 那是其次 所以我想那种批评 是站不住讲的 这里是上帝特别的吩咐 是特别在这个初熟节 奉献仪式 信仰告白的历史部分 就要这样讲 那就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第一部分 如果说第一部分 和这个初熟奉献 这个仪式本身 都是对于 上帝恩典的颂赞 是借着回顾历史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从这个 十二节 十二十三十四到 十五 十二到十五节 这几节经文 就是借着展望未来 来强调人的责任了 来强调人的责任 特别是这个怜悯 这个责任 我们以前在讲道中提过 讲奉献的那个时候 我们讲我们的十一奉献 严格来说是叫做当纳的十一 那其实严格说都不叫奉献 奉献给人的感觉是说 那就是你的 你呢 很自愿的 很慷慨的 很无私的 很悲壮的 甚至于拿出来给上帝 对吧 但当纳的意思是 你没什么悲壮的 那是税 那是你当父的 对吧 在那个之外 才可以叫奉献 其实犹太人而言 当纳的还不只是十一呢 我们当时就提过 如果说那个叫十一奉献 那么就还有一个 每三年的叫第二十一奉献 是吧 每三年要抽十分之一 这个专门做什么 是分给立位人寄居的 和孤儿寡妇 好让他们在你的城中 可以吃得饱足 这是关于怜悯这件事的 而且这一部分奉献 跟那个十一奉献 不一样在哪 是这个第二十一奉献 是不要带到中央圣所去 是就在你的城中 收集了就分 如果说带到城中 带到中央圣所的那一个 就好像国税 这个叫地税 是吧 就是在地方就用了 给谁呢 给的就是穷苦人 而且这三种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立位人寄居的 孤儿寡妇 共同的特点 就是没有地 是不是 因为在那个农业社会 家里有地 这才是有财产的象征 是吧 有横产 有横心 有地 这就是有产 立位人 我们知道 是不是没有土地 寄居的 你刚国外跑过来 哪来的地 对吗 孤儿寡妇统领 丈夫的名字就要快被人抹掉了 哪来的地 如果没有波瓦斯这样的好心人出现 你就没有地 对吧 所以这三种共同的是没有横产的人 没有土地的人 也就是这个社会上比较穷苦的人 所以就是要来把这个奉献 第二十一奉献 以怜悯的这个方式 要来供给这些 这就是立位人 就是所谓的全职的圣职人员 是吧 以及寄居的外地人 还有孤儿寡妇 这几种群体 虽然这一个第二十一奉献 是不用带到中央圣所的 但是 你要在中央圣所大祭司 在上帝的面前说 这事我已经办了 你的声明 你得在上帝面前说 你的命令 我没有违背 你让我做的 我做了 我尽了我该尽的责任 所以说 这就是一种宣誓 对吧 这就是一种宣誓 说主啊 你吩咐我的命令 攻击立位人 这个寄居的 孤儿寡妇 这个命令我遵守了 我没有违背 我在你的面前可以如此声明 这就是在宣誓 对不对 所以在今日 我们的敬拜仪式当中 为什么奉献是一个 敬拜环节的一部分 根源依据之一 也来自于这里 谁都不可空手来朝见耶和华 而且你要来在上帝面前朝见他的时候 你应该就像这里所说的 我当尽的责任 我尽到 你在上帝面前 才可以 后边有15节 祈求他从天上垂看 赐福我这 什么什么 赐福这个 赐福那个 对吧 有这样的祈求 你除了说 要在这个宣誓当中 声明我做了什么 你还得声明 我没有做什么 经文特别提到了三样 那是代表了 不是说就这三样没做 你就算是圣洁了 这是个代表 对吧 你还得有三样 就是在这个奉献仪式 与他有爱的那个不洁之事 你没做过 你要声明这个 比如触碰死尸 这个在律法中是沾染污秽 对吗 你如果接触过 就守丧嘛 是吧 接触过尸体 你就不要再去奉献这个圣物 第二一个 说你不洁净的时候 也没有拿出来 还有诸多不洁净的情况 以前我们都仔细讲过 是吧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会导致你不洁净 在那个时候 你也没有接触这个圣物 要奉献的东西 第三一个说 又没有为死人送去 就是说你也没有把这个 要奉献上帝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一切东西 给死人上供 当供物 这三样都是不洁之事 而且这三条 基本都是在针对东方的邪教 邪恶风俗 也就是迦南人的风俗 不过这迦南人的风俗 它毕竟是弥索不达米亚 它文化文明影响力很大 他们的这些风俗 就流散到全世界的 是吧 几乎全世界各个民族 不信上帝的话 都有这种类似的事情 尤其第三条 什么叫做把死人 给死人送去一些东西 这就叫上供 这就叫做死人崇拜 再换一个方式 就叫做祖先崇拜 是吧 在诗篇106篇就说 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 且吃了祭死人的物 这两件事是并列讲的 就是吃与巴利皮尔联合 与拜偶像 对吧 且吃了祭死人的物 所以这种祖先崇拜 跟拜偶像一样 是被上帝赠物的 下面说 他们这样行 惹耶和华发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以色列选民这样行 就会惹神发怒 这是被神 憎恶的事情 拜偶像和拜祖先 在上帝看 是一样可憎恶的事 以西节书也提到过 这种敬拜死人 或者敬拜死神 死神就是掌管死人 所以那是一个意思 对吧 以西节书8章13节 上帝一个异象 带着以西节 看了很多那些可憎恶的事 对吧 看见那些长老 搞了一些很龌龊的事情之后 说你觉得这个很可恶了 我告诉你 还有另外更可憎的事 就带他到耶和华外院朝北的门口 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 在为他达摩斯哭泣 这个达摩斯就是 家男人的死神 死人之神 这个名字翻译来翻译去 在各地的教法不同 也可能叫达摩 也可能叫炎摩 也可能叫炎罗 也叫炎王 是吧 一步步就这么传过来的 这就更可憎吗 还没有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就这个为死人死神哭泣 你还要看见 比这更可憎的事 还有更可憎的 又连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 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廊子和祭坛中间 约有25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东方拜日头 这是更可憎的事 所以 比拜炎王更可恶的是拜日头 你品吧 是吧 是什么意思 所以以上这两段 一个回顾历史 一个说我的责任 这就是在出书奉献仪式的时候 你要送念的信仰告白的主要部分 不过在犹太传统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很有意思 他提到这两段 你要用不同的音量来读 当你提到第一段 你要大声的讲 上帝用他大能的绑壁 和他伸出来的手 大肝可畏的骑士 拯救我们出来 你要这样大声叫 宋赞神 但是后边13到15节 这一块 你要小声说 神啊 你分货的一切命令 我都没有遵守 我也没有忘记 我没有持圣物 我没有不洁净的时候沾染 这就是拉比特吩咐 你要这样说话 什么意思呢 还是一样的道理 要让人把荣耀归给神 而不要让别人 甚至自己听见自己 好像有在夸功的意思 好像有自己的功德的意思 实际上那也不是功德 那是本分 对吗 怜悯穷人 圣洁 这是本分 但是人的骄傲 和人的这种罪性 最常就体现在 你把本分当功了 对吧 我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从不贪污 那怎么你还该贪污是怎么的 是吧 我郑重声明 我这个上大学 我这个几年考试 从未作弊 学生本来就不该作弊 有什么可夸耀的 对吗 我每个主日都来了 那怎么 你的意思是本来不该来 是吧 所以本分不是功劳 但是人的罪性 就是这样 实际上来说 真的当你 问心无愧的 把这一切都做到了 你的确平常花很多钱 照顾怜悯穷人 你的确很严谨的 遵守着律法 省察着内心 不去沾染污秽 不去触碰那些 不圣洁的东西 你真的都做到了以后 你真的一丝的念头 都不想说出来 让别人知道吗 你知道这里的挑战 你不说 你说我 你看我就不说 不说你 因为你没做到 是吧 真做到而真不说 很大的挑战 对吧 是对人性的挑战 所以后来的法利赛人 到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为什么特意来批评他们 指出他们 他们违背的正是 其实犹太拉比的吩咐 很好的 对吧 可是法利赛人的 特点恰恰就是 特别喜欢绣 特别喜欢晒 喜欢显得 对吧 所以你看 耶稣吩咐他们的是什么 不是吩咐 指出他们的是什么 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如果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 他说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面前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这法利赛人出去施舍穷人的时候 前面还在整几个 这个吹号的人在那开道 是吧 呀我们这个 什么老师 是吧 就拉比嘛 要去施舍了 大家快来看 是吧 我们今天要上哪个哪个寡妇家 我们上哪个哪个立位人家 我们今天要来奉献 恨不得吼出来 全世界知道 哄先一万块钱 就是这个劲 法利赛人就爱这么干事 同样耶稣也说 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为什么法利赛人喜欢秀 喜欢善 就是一个叫故意叫人看见 对吧 故意叫人听见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来 他们是进食 所以耶稣的这个批评 是淋漓尽致 很生动的 很生动的 明明这些法利赛人 白胖胖胖的 真正饿了要死的人 你听过一话吗 叫他面有菜色 是吧 脸色很难看 结果他们明明 白胖胖胖吃挺好的 结果呢 到了他进食的时候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进食 不梳头 不洗脸 说不定还得化点妆 整个口红 涂上 那个色号 就是菜色 那个色号 非让你看出来 我今天饿坏 是吧 好得到的赏赐 所以耶稣说的话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人也太能装了 太能装了 事儿可能是做了 但是就是生怕别人看不见 这个意思 所以 尤其在结合今天的经文 这是在上帝面前 颂读这个信仰告白 对吧 一部分历史 第二部分说 我对穷人的责任 以及对圣洁的责任 是在圣殿中的祷告 对吧 是不是耶稣 还特别有讲过 法利赛人 有一种叫做 自言自语的大声祷告 这个好矛盾啊 这句话 自言自语 通常就是小声的说话 是吧 但是他的自言自语 会让所有人都听到 耶稣像那些仗着自己 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 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我不像那个别人 是吧 勒索 不义 奸淫 我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我得所得的 我都捐上十分之一 喊得很大声 可是那个税吏 不敢看天 只垂着胸说 神啊 看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 那个自高的要降为悲 自卑的必胜为高 所以他所描画的 这个法利赛人的形象 淋漓尽致的 把本来美善的律法 怎么被罪人的罪性 恶意的去解构 误用 说的非常清楚 律法没毛病 是人有毛病 对吧 到了后期 法利赛人是专门把 拉比们的教导 反过来的 提到神的时候 轻描淡写 提到自己的功劳的时候 要让全世界都听到 所以 我想这种音量的区分 还是很重要 那不是个音量的问题 大声赞美 小声自白 自白的这个部分 不要大声讲 最好都不要让别人听到 没有任何人听到 那就是神听到 然后你在15节的这个祈求 神就更加可能吹听 这就是这一个信仰告白的意义 所以 这就是以上我们所说的 初熟奉献仪式的一个全部内容 你很容易看出来 和我们今天的敬拜仪式 是多么的神似 对吧 是不是该有的那个要件都有 因为你一个仪式 不仅仅是仪式 一个仪式 想要实至明归的来去 不折不扣 问心无愧的来履行 这一个仪式 这有太多的基础和准备了 是要以你的一个全时 全地 全人的圣洁的生活 有意义的生活为基础的 你筐子里 要能装上各样土产 说明你平常是在努力的耕耘 在种地 对吧 于是他有出产 你去回顾这个历史上帝 怎么带我们出埃及 说明你在学习 受教育 你在上帝的面前 敢举手 发誓说 主啊 你吩咐我的怜悯穷人 我都没有违背 你吩咐我的不可沾染 污秽 我都遵守了 你这是要真的做到的 对吧 要每日省察自己的 因此这一个仪式 看起来五分钟 献上一个东西 跪下来 敬拜 然后呢 说了一番信仰告白 但如果你不想在上帝面前 做假见证 你不是在撒谎 你要做到这些 是以你整个这一年 甚至更长的一个圣洁生活 有价值的 有实命的生活为根基的 是这个意思 我千万别把仪式和内容分开 密不可分 而在这个初熟奉献仪式上 体现的两大环节 一个是敬拜 一个是怜悯 对吧 这就是教会的两大功用 对吧 初熟是一个奉献 而我们全部的信仰生活 都可以概括为奉献这两个字 就是奉献给神 奉献给人 这就叫金律和银律 对吗 所以我们的敬拜 就是在体现这件事情 你做到了 你来这里这个仪式有意义 你没有做到 你来这里的仪式 你是在欺哄神 欺哄自己 你做到了 你来到这里 去把神压低 把你抬高 那可能更加可恶 是吧 这里有太多的区分在里边 最后十六到十九节 就是整个约书的结语 结尾部分 最后的誓词 这里边说 神吩咐你遵行这些律法 你要尽心尽性 谨守遵行 你今日认他为神 他今日认你为民 所以这个就很像结婚的时候 主持到最后 好 我一向都说完了 我现在郑重的问你们了 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我愿意 是吧 你愿不愿意娶他 我愿意 跟那个一模一样 就是神人双方在共同说 我愿意 对吧 这就是约的一个结语 当我愿意 说出来以后 神认你为他的名 你认神为你的神 这个说出来之后 这个誓言结束了 这个 这叫做里程 是吧 这个约就定准了 从此他就要生效了 这个圣约就要生效了 这个约书就放在了神人之间 成为了一个永恒不变的文本 神那一部分 他的责任 就是他要赐下恩典 在圣约中保守他的子民 他已经这样做了 他正在这样做 他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 所以重点就变成了 是人的责任 你尽没尽到 这要在时间当中去检验 这个约书的总义 就是这句话 你要尽心尽性 谨守遵行神的律例 典章 认他为你的神 而神所做的就会 照他今日所应许你的 认你为他的子民 使你遵守一切诫命 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 超乎他所造的一万民之上 并照他所应许你的 使你归耶和华 以神为圣洁的名 神对人的恩典 就是这样体现的 他有没有普遍恩典 他有 万民都是他造的 对吧 但是神独独爱他的选民 超过万民 我们知道神对 以色列人的主要的恩典之一 就是出埃及把他领出来 但是我要跟你讲 就是圣经也记载 就出埃及这种故事 并不止发生在 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 实际上在 阿姆斯书九章七节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啊 我岂不看你们 如古时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地 领非利士人 出加菲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上帝对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的带领 都曾经把他们带出 某一个或者是受苦之地 或者是贫瘠之地 来到一个他们可以扎根 生活的地方 你甚至扩大一点 我都可以说 那神也是带领这个 周文王出奇山的人 对吧 在这个意义上 他当然对各个民族 斗他的一个命令 有一个恩典在 然而 上帝可却值于选民 以色列人立下这个性质的圣约 所以出埃及 你可能在很多民族的身上 看到过历史上 看到过这个事 然而立圣约 可是这就叫超侯他所造的万民之上 特别的恩典 神给了他的选民 而在这个旷野时期 以色列人就是这选民的代表 我们今日也在这选民群体当中 上帝向选民 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 今天是我们 保证 保证 他会认我们为他的子民 使我们遵守他的一切诫命 使我们得着称赞美名尊荣 超乎约外之民 也使我们分别为圣 归他为圣洁子民 你发现这里边连用了三个 叫做使义动词 是不是 使你这样 使你这样的意思就是 那严格来说也不是你做的 是上帝的能力让你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常讲神恩独坐 这莫大的恩典 借着圣约 给他的约民 他的百姓 而这个约的完全形态 是在今天 透过耶稣基督 这真正的新约 来启示给今天的我们 其精神是不变的 其形式可能有改变 就如同这初书节的仪式 我们今天 未必需要照着做 没有必要说 咱们每年感恩节 大家一人拎一框子东西来 苏拉兜还不行 这个框子 你这就是把形式 看得太重要了 对吧 但那个和谐的要点是不变的 感恩节 你每年感恩这一年 上帝如何带领你 甚至整个历史上 上帝如何带领你 并且你也在神的面前 你自白 不要让人听到 你自己对上帝交账 你这一年是否亏负了 是否亏负了 他托付你的责任 我们每一周的敬拜 也是这个功用 敬拜神 怜悯人 爱人如己 爱上帝 对吧 所以这个约 整个生命纪 这个约书 虽然不是让你一字一句 非常死板的照着做 但其精神 其原则 是从来没变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 才得到完全的成全 由此 当你真的去明白 你会发自内心的来送赞他 而在他的光照之下 你会知道 你所做的一切 无非是本分 并无可夸之处 我本是那又惨又懒的仆人 我所做的 本是我应当做的 主啊 求你自己来使用和健康 这样的人 像那税吏一样 认罪的税吏 好过一个做到了许多事的法利赛 愿这样的荣耀送赞 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直到永远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 使我们的心 是被你自己的灵所感 主啊 使我们定睛 所仰望的是你 不是任何的人 更不是自己 主啊 帮助我们 每日的所行 我们都知道 是在你的约 是在你的恩之中 我们每日所想 我们求你的律法 来给我们归正 求你的福音 给我们洁净 主啊 帮助我们 爱人如己 帮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敬上我们的全人 主啊 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来掌权 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使我们在这样的世代 让我们可以用 凭着信心 我们了解 你如何使我们 超乎万民之上 你如何使我们 成为你那圣洁的子民 主啊 凭我们自己 我们做不到圣洁 我们根本就不想圣洁 但是主啊 是你主动的恩典发出 洁净了我们 主啊 愿一切的荣耀送赞 真的全都归给你 愿你崇高 愿人瞑目 我们的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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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